文昌港古經 主持文昌 港古經11月6日 星期一一至四都有我們的節目 今天星期一 和大家看看內地方面 國安部門 竟然在微信公眾號 都就著金融問題 發表這個文章 提及所謂 暢空者 逃空者 網圖引發金融動盪 密切監察 金融領域的國家安全風險 這樣說 大家都知道 我們文昌港古經 都一向有碗碗碟 現在內地國安部門 又要再一次提醒 千萬不要 隨便唱空 逃空 否則會引發金融動盪 這個不是我講的 經濟日報 香港 提及 中國股市持續低賣 所以 中國國安部門 在微信公眾號發文 指出 要將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擺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積極參與經濟金融等領域的國家安全保障體系建設 密切監察 金融領域的國家安全風險 這篇貼文 亦被廣泛傳播 標題是 11月2日 《國家安全機關做金融安全的堅定守護者》 《財新網》將它全文都發佈出來的 將標題寫為 《國安部公號發文做金融安全的堅定守護者》 你看到格局 全文刊載 應該就是宣傳部門的要求 要求財經媒體 你都要幫手轉發 只讀全文就很枯燥 我們就用《香港經濟日報》 它的撮寫 文章先是提及國家主席習近平 表示要防範化解金融領域的國家安全 大家都知道 我們上個星期都跟大家說 內地方面是升級了 升格了這個 全國金融經濟工作會議 去到中央級別 也就是由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指揮 親自部署 裡面也不斷強調 關於金融安全的範疇 所以國安部門的這篇刊文 不多不少也都在呼應中 中央金融經濟工作會議的指導思想 國安部門說 近日看到金融安全面臨不少風險和挑戰 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 維護金融安全是關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的一件 帶有挑戰性根本性的大事 金融和風險是始終相伴的 融入經濟社會越廣越深 可能帶來的風險影響就越複雜 而國安部門說 近日看到金融安全面臨不少風險和挑戰 金融領域各種矛盾和問題相互交織、相互影響 經濟金融風險隱患仍然比較多 這些用字也是和新華社之前的通告相當接近 不過這裡有些值得留意 它就說 個別國家將金融當成地緣博弈的工具 屢屢玩弄貨幣霸權 動輒揮武金融制裁大棒大打出手 一些居心叵測的網圖輕風作浪 襯亂謀利 不單有看空者、看空者、造空者 還有唱空者、途空者 企圖動搖國家社會對華投資的信心 網圖引發我國金融經濟動盪 所以文章最後指出 國家安全機關要將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擺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而積極參與經濟金融領域的 國家安全保障體系建設 對於金融領域的國家安全風險 要密切監察、準確預判、有效防範 依法打擊 情編制金融領域的危害 國家安全的違法犯罪活動 裡面很多觀點都不是新的 大家都知道內地方面 其實近幾年 除了在一些高頻數據 敏感數據方面都刻刻化 即是數據已經不再公開了 亦都很難在外界這樣 好像以往 就去解讀一些 好像黑強經濟學 這樣的物流數據 譬如疫情期間 很多勸商都是通過貨運的量 車次等等 甚至一些航運數據 就來判斷經濟恢復的情況 現在基本上都是很難入手的 所以一來你說要去暢空 一方面其實人家都拿不到一些相關的數據 你又怎樣去判斷究竟現在是好還是壞呢 現在反而評論中國的人是少了的 此其一 因為拿不到一些可信 或者可靠的數據 其二 這過去幾年 內地當局對於那些暢淡的大V 我們之前文春港古經都提及 有些內地的大V 其實都因為黑嘴 被人封了微博的了 暢淡的那些也有執法 去調查沽空機構等等 其實已經執法了一段時間 在內地方面 所以分析報告 譬如我們這些經常都要打開分析報告看 關於內地的產品這些報告 近這兩年基本上都沒有人敢暢空 都不會有一些正面以外的 比較持平的觀點 或者覺得這個數據 其實真的代表經濟的舒服比較弱 這些說話 其實現在這樣說的人都越來越少 所以我們看到的 跟幾年前的對比非常之大 所以我們有時 文春港古經都特別珍惜 這些報告都特別拿出來 因為這樣每個人都在唱紅的情況之下 發出另類聲音是越來越少見的 而且一些比較知名的經濟師 其實近這兩年都承受很大壓力 因為一唱淡一點 其實就很大機會被人約談 被人打電話來問候 由一些知名經濟師 例如林彩儀開始 到近期不大張單單 關於內地的青年失業數據 全部都是很軒然的大波 到最後他們都要低調 甚至一些評論都要下架 所以其實現在內地整個審查 已經是好像鐵筒一樣團團圍住 如果你說勸商掛單掛織那些 更加少了 他們發出一些報告 唯一他們有這個做法 就是可能通過一些微信群 暫時說幾句 不放在官方的報告裏面 這些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走棧的方法 不過正如這些情況 亦都越來越少了 因為整個氣氛 特別是整個舉報潮 這就是所謂的第三部分 你一唱淡一點 其實已經會有人舉報 所以內地整個的形勢 現在是否國安部門 還有必要去發表這樣的評論呢 什麼唱空者、圖空者 這個其實都是值得想一想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金融市場整個的暢旺 亦都需要資訊的流通去促成 如果你說現在只能夠容許你唱好 一些負面的資訊 給大家去判斷實際形勢的資訊 甚至沽空都有很大的限制 甚至不准去到接近犯罪的這個界線 整個交投就自然縮了 因為正常我們沽空的話 都可能有錢賺的 成交才會唱黃 現在不給 就剩下買 但是買的方面 在現在只能夠唱好的情況之下 他們都未必能夠有效地判斷 而且大家都看到內地的股指 譬如我們根據滬芯300指數 你在2009年買都是三千多 現在又是三千五六 整十幾年 你之前很有信心 你入了市 但是如果你一直持有 你的信心磨蝕盡 購買力都消耗了 所以這一篇國安部的公眾號發文之後 財新網的讀者 一般來說他們的質素是比較高的 他們都留言了 他說國家安全抗權抗升的背後邏輯是什麼呢 特別是擴大延伸到各個領域 目標在外在內 還是保障政權安全呢 這個是拿不小心0426的回應 有人就說 市場經濟的邊界不能夠隨意定義 要注意營商環境和對外影響 廣東的一位網友Kurtz就說 口號震天啊 股價照樣跌 不如股價漲吧 亦都有財新網友在北京就說 震懾國內造空機構 最後一招再賣空 就捉引我之信心 和國家安全沒有關係吧 另外一個廣東網友Jacob Lam就說 做空當然是犯罪啦 無論主觀上還是客觀上都滿足了主客觀的救罪條件 在可見的將來 股掌時間不夠長 都是犯罪來的 所以你看到的 其實坊間 你看到即使現在的審查 社交媒體審查很厲害 但是其實都越來越多人 都有敢於去講他們的意見 譬如上海這個萬聖節 已經是一種他們的宣洩出口 好了 大家不要說最近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突然出世 亦都有很大幅度 大規模的悼念潮 當然官方方面 就不希望這個悼念潮 引發一些情緒波動 所以都盡量限制他們的流傳 但是如果你想一想 國安部門近期確實是多了一些動作 除了你針對這些所謂暢空賣空 金融安全之外 國安部門其實上個星期 亦都發佈 就說中國境內發現了幾百個 非法涉外氣象探測站點 就說這些氣象探測站 就實時會向境外傳輸一些氣象數據和 就會對國家安全造成風險隱患 大家都有印象 中國之前亦都有所謂的 被美國指用的間諜氣球 中國就說是一個氣象探測船 亦都認為美國是過分擴大 它的國家安全定義 現在國安部門也同樣聲稱 如果向外國網站發信這些中國天地的信息 似乎亦都有問題 你見到的國安部門也都在近這一段 總理出世的時間多了發問 所以似乎看上去當然它不是沒有原因的 正如你看到的 這個國家金融工作會議上面 其實亦都有特別提到 要加強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 要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證 亦都要完善黨領導金融工作的體制機制 亦都要堅持政治過硬 能力過硬 作風過硬的標準 斷造中誠乾淨擔當高質素的專業化金融幹部人才隊伍 要在金融系統大力混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堅持誠實手信 以意取利 穩健審慎 守正創新 依法合規 亦都要加強金融法治建設 為金融業發展補價互行 所以國安部門 在近期這個時間 一來可能有比較敏感 解讀敏感的一些答法事件 另外 黨中央都認為 需要加強集中統一領導 對於金融工作 因此 提醒 要怎樣維護 金融領域的國家安全 而裏面涉及所謂的逃空者 逃空者 亦都會不會跟習近平總書記近期 亦都有去調研 人民銀行有關 有人外界都開始估計 會不會都因為資金的流出 亦都是有加快的跡象 所以現在要強調所謂的金融動盪 大家都知道 恆大的創辦人許家印 已經被內地當局扣留 涉及金融違規犯罪行為 而她本來是香港的前妻 丁雪梅女士 亦都已經 昨天 我跟一個內地朋友吃飯 就聽到已經走到加拿大 當然也帶走了一些財富 所以這些會不會是 為什麼北京方面 都要特別提醒的一個考慮 但是歸根結底 正如我跟內地的一個朋友 聊天的時候 他都坦然 這些最重要的其實就是信心 你說每天去唱好 現在內地其實都沒有人這樣唱淡的了 但是股市指數的表現是怎樣 最重要其實就是令到外界 對於中國未來的金融發展前景 整個經濟的動力是有信心 有信心自自然而 是吧 你有人唱空自自然而 亦都會有人去為中國唱好的 但是現在你一路就要限制大家不要唱空 不要唱空 不要唱淡 這種操作在全球的金融中心都是沒有的 如果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指揮親自領導的 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都已經強調要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要繼續發展上海作為未來的金融中心 似乎你這一道只能唱好唱紅不能唱淡的作風 可能真的要控制一下 否則上海又怎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呢 因為從來沒有國際金融中心是不讓人唱淡的 有買有賣 觀點不同地碰撞交流資金去對撞 才有成交 才整個市場活躍 這一點內地當局應該想想 文昌講古經 主持文昌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